北一女今年过120周年校庆 但国文老师欧桂枝眼中可不值得庆祝 有自称代替学生po文的PTT爆料指出 欧桂枝在课堂上表示 北一女是日治时期建立的新疆学校 是殖民统治留下的屈辱印记 不值得被纪念 学生控诉她喜欢在上课时 谈论政治偏偏的立场 让大家饱受困扰 原话是这样 欧桂枝认为政治立场无关教育 但老师在课堂谈自己的政治观点 是有要跟学生讨论思辨吗 有点浪费课堂的时间 我不太确定政治讲到什么程度 会让学生觉得OK或不舒服 欧桂枝表示从发表克纲言论广传之后 就被网军攻击被贴标签 怀疑PTT贴文并非学生上传 前国大代表黄鹏笑脸书po文 讽刺欧桂枝 AI世代的台湾怎么还在讨论文言文 有网友留言点名欧桂枝 2019总统大选前 就曾针对克纲做过相同批判 以扭曲的权势去企图覆盖历史的真实 将来他失去了生命灵魂依归的附着力 2019讲一次 2023又表达相同忧心 都在总统大选前的克纲研讨会 政治立场跟教育观点真的无关吗 三期我许赵卫生为台湾